這個網址,tqc.idv.tdiv,這是我註冊的 那我就用剛剛那個apache的這個server,有沒有 加上MySQL資料庫,架了一個論壇 那這個論壇的話呢,裡面基本上目前的會員有4000多個 那這個是我的教學部落格的論壇 那裡面如果說有同學要互動的話,可以在上面問問題 那比如說我有一些相關的文章,我也可以在這邊發佈 那這個部分的技術就是我剛剛講的 只要你未來有一個固定的IP 所以其實你們家裡如果有20Mbps,假設有那個20Mbps 然後光纖的話,你就可以跟像中華電信申請一個固定的IP 固定IP之後,你可以再去申請一個網域名稱 這個網域名稱呢,我是申請IDV個人的話 一個一年,我記得好像大概一年好像400塊吧 那我大概就買,直接就買了10年,就一直買下去了 這個固定,也就是這個網址未來,反正我要做架設網站或者什麼用途 我都可以,人家就可以只要記得什麼 記得這個triple.t2c這個網址,就可以連到我的網站了 所以未來如果你要做一些商業用途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用途的話 這樣的話我覺得至少會感覺蠻方便的 所以因為這樣關係啦,所以你們在找那個什麼 吳老師,國關鍵字有沒有,其實我也很容易找到我的論壇 我記得好像這個關鍵字 吳老師齁,這個關鍵字呢 少一個字,吳老爹也出來了 OK好,那這邊的話各位可以發現喔 我的論壇就在這裡,點擊進來了 也可以連進來,因為這個論壇其實 但至少你要有一個,如果你要駕站啦 這個也是一個額外的一個功能 大概說明一下,那再來第二個呢 我們要怎麼去利用它幫我去產生我們的資料庫 第一個當然把它啟動起來 第二個的話呢,請各位注意一下 因為這裡面的安全性問題,你可能要去稍微把它改一下 那所謂安全性部分就是說 它這個MySQL預設的那個密碼是沒有 預設沒有密碼,所以你記得要把密碼加上 那怎麼樣把密碼加上去喔 等一下記得就是,Apache這個有的Admin Admin是管理的意思,Admin這個 點擊Admin之後的話 那記得喔,它在點擊Admin裡面的那個安全 在那個最右邊,最左邊這邊有一個安全 那我是建議啦,你點擊進來之後喔 假如它是中文的話 我建議你用英文的 因為喔,如果你用中文的好像點擊進來會變亂嘛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先把它點成英文的版本 因為你如果點成中文版本 它切換過去會變亂 所以我把它先改英文好了 那只差別是你點選的安全 它變成Security啦 其實這個地方喔,大概記一下這個 安全Security有沒有 把這個改成英文 點擊進來比較不會亂 然後Security裡面的話,記得改一個地方 它預設這個是紅色的 紅色表示說還沒加上去 那主要我們是要改什麼 改那個我們資料庫的密碼 因為如果資料庫密碼沒有變更的話 任何人都可以連進來 它不用密碼 OK,那就會有安全性的顧慮 所以那怎麼做修改 請注意一下 點擊Security來之後的話 這邊有個網址 請你把這個網址點擊進去 中間這個地方 然後呢 Loot下方會有一個Password有沒有 請你把一下 那個Loot指的是管理者 那管理者的密碼是什麼呢 請你輸入 因為我有個預設的1234 假設我們這邊的密碼是1234 那請你輸入兩次 第一次第二次 然後其他的話 大概就不用不用改吧 主要是Password這邊改一下 看一下我那個雲端上面 我有放這邊 最後是要變成綠色的 那我們主要是改 密碼 OK密碼 New password 那底下這邊的話 一樣改1234 User 再來點擊進來 看一下這邊 底下的話呢 我們一樣這邊照著打 Loot 使用者的話是Loot 管理者 密碼的話是1234 OK 假設是這個 那再來的話 你就把這個Password按下Change PasswordChange 打完這兩個1234之後 按PasswordChange 就把它改變一下 OK 然後再回過頭來 其實你Security裡面 你可以看到這兩個 有沒有 它這邊綠色啦 主要改這兩個就可以啦 其他 上面這個不改沒關係 因為主要我們是要 設定的是那個 MySQL的部分 跟那個PHGMyAdmin 大概主要改這兩個 所以因為你們下載比較 請各位先試一下好了 那這個地方 特別注意喔 從哪裡進來呢 從這個Apache 先啟動它 這個進來 那記得先改英文好了 Security 然後因為我已經改過了 所以是綠色的 那如果你們還沒改應該是紅色的 你點中間這個連結有沒有 記得喔 這邊就是要把密碼打上去 按這個所謂的那個 PasswordChange就可以了 OK 那這樣就完成了 因為你會發現我多一個啦 因為我已經 那等一下就是1234 1234 全均就可以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你們先試試看好了 因為怕後來後面講太多 步驟太多 你們怕後面可能會做錯 的話呢第一個 我們先把那個密碼先變更的 所以你們也可以參考一下 我雲端上面 這邊的這個畫面 大概就是把它Change一下啦 就是主要是那個Password加上去 1234 1234好了 按一個這個 這個Password 這個Change 這個 那改完之後的話 第二件事情就是 再到那個 MySQL這個 第二個 它旁邊有個 P admin 這個 就變成 先管理完 這個 APA區的部分 再管理 MySQL的部分 這個 OK 那我們怎麼管理呢 基本上點它一下 它一樣會跳出一個叫做 PHP MyAdmin的這個管理界面 那這個管理界面 主要就是 用它 來管理資料庫 那管理的方法 不像 SS是四窗版 它是 所謂的Web版 網站的版本 那特別注意就是 登錄的時候 它問你說 那你的使用者名稱叫什麼 就是 路者 管理者 密碼的話是多少呢 就是你剛剛打的1234 我是打1234 按下執行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進到 伺服器裡面了 那這個部分 畫面先給我一下 這個畫面登錄進來之後呢 其實就是伺服器的畫面 但是洋洋傻傻的 很多功能你暫時不知道沒關係 你先知道你需要知道的 其實我們只需要做什麼 第一個 建立一個資料庫 第二個 在這個資料庫裡面 建一個資料表 資料庫裡面 可以建很多個資料表 我們只需要建一個資料表 那個資料表 就是對應到我們的工作表 我們的工作表 就是這一個 總共會有五個欄位 身高 體重 就是 姓名 身高 體重 性別 標準體重 那我們的那個欄位 有五個欄位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說 未來那個 Excel 要放到那個資料庫裡面 一個檔案 就可以對應到一個資料庫 一個工作表 就可以對應到一個資料表 OK 那其實關聯性是 是一樣 等於是一個轉換的一個過程而已 那我怎麼樣 第一個 在MySQL裡面 如何建立資料庫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進到這個管理畫面了 第二個 我們要怎麼建立資料庫 然後再來就是建立資料表 建立完資料表之後 這個資料表裡面有五個欄位 所以我必須要建五個欄位 那放五個資料 OK 這個概念應該有了 反正一個蘿蔔 一個坑 那資料庫就產生了 OK 第一個階段 我們已經又產生資料庫了 第二個階段就是說 那我要怎麼樣把Excel裡面的資料 丟到資料庫裡面去 兩邊怎麼做溝通 這個地方需要兩個技術 我剛剛講過 第一個是Seql 第二個是ADO OK 那我們按部就幫你看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 如果說 我已經進到那個PHGMy 這個PHGMy Admin裡面 並且輸入密碼 那怎麼去新增資料庫 第一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個資料庫三個字 你可以去點選資料庫 OK 特別是喔 反正這裡面你其他東西都不用管它 你只要記得1 第一個 建資料庫 資料庫名稱的話呢 我們取名 我們給它名稱叫做 配合我們這個題目好了 叫問題1好了 OK 那反正就是一個資料庫叫問題1 問題1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等一下資料表名稱也叫問題1 反正問題1的資料庫 裡面會有個問題1的資料表 裡面會有5個欄位 然後呢 特別注意喔 資料庫裡面的編碼 請特別注意喔 資料庫旁邊有個編碼與排序 請各位注意一下 因為現在的資料庫呢 最大部分都用UNICOR UNICOR就是萬國碼 所以請記住喔 編碼方式請你拉到最下面 最下面再往上一點點 就是把那個卷軸拉到最下面 讓它再往上一點點 就是大概 這個喔 往上一點點 就是再大概往上一點點 最下面之後再往上一點點之後 會看到有個什麼 UTF8這個 UTF8底線 UNICOR CI這個 編碼方式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123 你就把它建立之後 這個時候呢 它會跟你講說 已建立的資料庫了 OK 很快的 這個時候請你看一下 你的左手邊這邊 也會有一個問題1的資料庫就被產生了 OK 好 那第二個步驟呢 請你點選 問題1這個資料庫 它會出現建立資料表 那請你再把剛剛 我們要在資料庫裡面 問題1的資料庫裡面 再建一個問題1的資料表 那名稱 那特別是欄位數 因為我們對應到的是 Excel裡面的這一個 總共有五個欄位 所以呢我也給它五個欄位 所以旁邊這個欄位數 預設是四個 請你把它改成五個 OK 好按執行 執行完之後的話呢 它會問你說 那你這個五個欄位 分別是哪五個欄位啊 請你要告訴我 所以呢我們就在裡面做什麼呢 分別給它那個欄位名稱 這個沒辦法偷欄喔 所以只能複製貼上了 有沒有 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OK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 給它欄位名稱完了之後 第二個 第二個 請你設定型態 那特別注意喔 這裡面呢 只有需要兩個地方去做事 因為姓名是 這預設的是所謂的整數啦 INT是整數的意思 那姓名不可能是整數 它不可能放數 所以變成什麼 你給它一個文字 那文字的話呢 它有兩種 一個是叫Varchar 一個是什麼 Tether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 它什麼叫Varchar 它有跟你講說 可變長度 意思就是說 它可以在0到6535 就是大概差不多六萬多個字 中間去做一個變化 那所以這裡的話 不過一個字等於兩個By轍 所以頂多是最多三萬多個字啦 那我們可以記得喔 文字的話請你選這個 把它改Varchar 那長度的話 大概給它十個字好了 名字姓名給它稍微多一點點沒關係 但是就是不能少 因為怕有的名字非常的長 非常長 那最近在 在教一個一個學生 他從那個新疆過來的 他名字居然有一個 兩個三個四個 好多個字喔 大概有幾個字 八個字耶 他的名字有八個字 我都記不太久 我不知道怎麼叫他 而且他的開頭兩個字還叫祖母 星星在那邊過來 他開頭就是祖母 感覺不知道怎麼叫 OK 所以這個時候當然 就是你盡可能長度 雖然八個字 如果你給十的話 可能也會keep不進去 因為一個字兩個By轍 所以要不就是大概多 只能多不能少 所以大概給多一點的二十好了 所以你擔心字 就是名字打不下的話 盡可能多一點點 OK 那其實這個地方 你可以思考一個問題 像大數據 其實大數據 為什麼跟這些資料庫 沒辦法非常的相容 主要原因是因為 大數據產生的資料 有的時候是未知的 未知長度 那未知長度 你怎麼去 像資料庫 他就是 你在設計之前 你就必須要給他定義好 欄位裡面要放什麼東西 那大數據剛好 跟這個好像有點點 比較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地方 稍微說明一下 那第二個性別部分 頂多大概就是男生女生吧 大概是這樣 所以大概給五個字 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大概這邊改一下 這個記得也是改成Vacha 也就是說未來 如果你是文字的話 你給Vacha 如果幾個字 你大概key一下 可以給多一點點 不能給太少 不然的話 將來資料放不下 那那一筆記錄就無法寫入成功 那如果你那個資料 非常的多的話 那你記得不要Vacha 你可以用那個什麼 用一個TES 這個TES就是超過 可能那個 三萬多個字以上 那你就可以 它甚至可以大到一個 很大的一個 二的十六次方個字元 所以基本上應該比較 如果你這個裡面 要放很多很多的字的話 那再來就是說 你這個整數跟 這個INT是指的是整數 當然如果說你將來 假如說你有小數點的話 那你可以用所謂的Dicimo 跟Float 有沒有這邊的話 這邊有一個Double 這邊有一個Double 一般的話會用Double 假如說裡面會放的是有小數點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Double 不過 我想這邊我們當然用整數好了 先給它全部用整數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你就把它儲存 所以我特別注意喔 剛剛的邏輯是這樣 先在資料庫裡面 先產生一個資料庫 再點擊它 增加一個資料表 資料表裡面會有五個欄位 然後分別給它型態 給它型態 最後記得按儲存 儲存完畢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在資料庫裡面呢 產生空間了 所以你會發現呢 剛剛又產生了一個什麼 問題一裡面的 問題一的資料庫 一個資料表 那裡面的話呢 現在是空的 完全沒資料 所以我可以再新增資料進來 那新增資料的方法 當然我們可以用很多的方法 要不就是匯入 等一下我們會用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把Excel裡面的這些資料 匯到裡面來 那怎麼樣把它放進來 這個等一下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先在那個開啟這個 MySQL 我剛剛主要是執行這個 就是先把安全設定好 然後再執行這一個 開起來之後的話 輸入那個密碼 1234 那就進在裡面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這個資料庫的Server 如果我這邊建立好了 當然你們等一下也可以寫 寫到我這邊來 還是沒有問題 只要你知道我這邊的IP位置的話 你就可以把你那邊的資料寫到我這邊來 如果你等一下架式上面有困難的話 那因為我剛剛有把那個動作全程都錄下來 所以你回家假如有個地方漏掉 沒關係你把它再看一下 這個方式其實還蠻穩定的 最重要就是說 你那個SAMP那個伺服器 記得不要摳到有中文 比如說 剛剛有同學是摳到隨身體裡面 剛好一個目錄裡面就有中文 執行就一定會出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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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